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你阅读这些材料 然后给出一些你的意见 那另外一份材料是比较长的 我把那个Descartes的Meditation 这个Meditation就印给大家 那Descartes的程式录是哲学里面非常重要的著作 基础是这个 因为他被称为是当代哲学之父 那他这本书呢 其实是有些学校 拿来当哲学概论来做的 我还记得这个UCLA 就加州洛杉矶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他们通试里面结学课 就是Meditation 前面两到三个Meditation 就他没有讲完 还讲不完 就讲其中这三个 那就包含很多材料 什么叫我啊 什么叫自由 什么叫做正经上内存在啊等等 当然主要是讲一些知识论跟行为上学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这两份材料呢 就是我印给大家 那Descartes以后我们会 接下来我们会讲Descartes的 就是Descartes的这个Meditation 是很重要的一个结学著作 那希望大家在念结学基本问题的时候呢 至少不是听我讲结学家怎么说 而是你们真正去也读过结学家的著作 那我印给大家呢 是一个英文的 就是当代最标准的一个英译本 因为Descartes Meditation呢 有好几个译本 就是你去找图书 我念书的时候不是这个译本的 我念书的时候这个典型译本不是这个 不过这个后学转经了 他的译文更好 我读起来也很顺 所以读得非常好 虽然我不会拉丁文 但是他因为Descartes写这本书的时候 原来是用拉丁文写的 那后来呢 他自己就是 在他还没死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人把他那个拉丁文本呢 就用法文翻译出来 那他自己是法国人 那他也很赞许这个法文的译本 甚至还有点更改了一下 那当然就是说 现在的一般的学术研究 还是以这个拉丁文版本为最重要的 因为拉丁文这个版本呢 是Descartes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所以是比较权威 那拉丁文是有人帮他翻译成法文 然后他觉得翻译得很好 是这样子而已 但是因为两个版本有点点差异 所以有时候往往会说 法文本有什么差异都说出来 那我印给大家那个是英文版 那我希望大家如果能够读外文的话 你可以读英文的 那我现在找一个中文的版本 中文版本我所头有两个 一个是大陆的简体制的 一个是我们这边自文出版社的翻译 就是说我还要再看一下 哪个翻译比较好 那我的倾向呢 就是可能是李维东那个试试看 就是自文那个出版社 你们可以看别的也可以 但是能力好的同学 我希望你们就是读这个拉丁文 不是读那个英文那个译本 就是Descartes那一部分 那Descartes功课还没出来了 就是就是先告诉大家 我今天下午会把它摆在 这个参考图书室 你们有兴趣就去拿来看 今天接着讲 讲还是讲知识的问题 我们目前为止呢 我们给出个知识的 这个充分必要条件 就是说S如果要某个人 S如果他要知道一个命题 或者知道某个事情 这个事情能够用 一个有真假的语句来表达 就S知道P的必要充分条件 或者充分必要条件 就是P要是真的 然后S要相信他 那我们上个礼拜 以前讲过了 这个相信与否 有人不一定同意 不过你就这样想 就是也许我们相信的目的 有很多种 假设你这样想 有些是为了真正 我才相信他 假的我都不相信 有些是为了好过 我才相信 不相信这样我难过 我选择相信 像这种情形 那这里的belief呢 就是这些教育把它规定为说 那种心理 如果刚才我们讲的那种 都是相信 但是有依于不同的目的 而你采取你的态度 不一样的话 那么我们就把这两种东西 都当做不同的心理状态 就是用belief这个字来说 那其实它是不同的mental state 那这里所说的 那个mental state 就是你之所以相信 是因为真才相信 假就不相信了 但是相信这些事情 不是只有为真假 为目的的 不一定是这样 那没有关系 你就把那个挪到一边去 在讲知识的时候 我们只关心这种信念 就是它只依 依什么呢 依于你相信内容的真假 而来决定的 就是真的我就相信 假的我就不相信了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想法 就是有一种 有一种关于相信 这个条件的一个讨论 就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状态 的不同我来说的 那第三个呢 就是你所相信东西 要有道理的 那我们讲过了 这个条件写法 是有点奇异的 那下面条件是说 你它 就是相信p是有道理的 这个说法 不一定要假设s 是相信p的 就是说如果它相信p的话 p是有道理的 它是有理由来相信的 给予它的知识条件 给予它的这个能力 等等等等 你可以说 它其实是知道这个 它相信这个 不是没有道理的 是有道理的 你可以这样说 所以这个条件 并不运含一定写这 运含这个条件 我说s 相信p是有道理的 这种说法 不一定意味着s 相信p的 不一定 不然的话这个条件 就多余的了 这个可以拿掉 假设这个是意味着 它就是或者蕴含着 它是相信p的话 就s是相信p的话 那这个条件就多余的 就白写了 就不用写了 因为这个意味已经 当你说s 相信p是有道理的时候 已经假定了 已经可以导出 它是相信p 那这个这一点 就等于多写了 那你把它拆开来写 就意味着 这个其实并不蕴含这个 所以这个条件 第二条件并不是多余的 给予第三个 这个并不是多余的 它暗示着 但我这样想的时候 我并不一定要假定 它是相信的 并不一定要假定 它这一点 那这个当然是 问题很大 就是说什么叫 什么有道理的呢 什么叫 什么叫做 你的信念是正成的呢 什么叫做 你的信念是有理据的呢 那这个是 我们讲过的 就是说 往往你可以说 我有一个推理来支持它 那推理的方式 很多种 有演绎的方法 有归纳的方法 可给予假释的方法 等等等等 那这个我们暂时不多说 就是我们在笼统来说 就是说你相信pc有道理的 你不能够 你不能够 就是没有道理 其实刚好你猜对 你是真的不行 所以要有道理 但是这个道理是不是 是不是s能给出来的 这个道理是不是 你去问ss是不是能够说出来的 这就是价值 这就有不同的意见 有一些要求是说 你需要 这个s需要对你这个理由 对你的理据 有某种的觉知 就是要意识到 那这个就叫做内在论 上次我们讲过了 这个叫内在论 他这个主事 这个当事人 他需要 有这个 有这个自觉 或者他能给的出来 他能说的出来 或者你问他 他能够回答 能够显示出 他这个证据出来 或显示出他的理由 那这个就是外在论 内在论 那跟他不一样的 这就是外在论 外在论是说 不需要 只要他处于那种条件 就够了 就像我们说 只要我的眼镜没有问题 我的环境没有很特殊的状况 那我现在说 我经验到前面 就有一个讲台 那前面有一个 我前面有一个讲台节点 我就知道了 因为在通常 在我这种眼睛的状况之下 或者在我这种生理状况之下 在我这个物理条件之下 我只要经验到这样 事情就是这样了 就如我经验这样 那如果我是个色盲的人 就不一定了 我看那个苹果是红色的 布电是红色的 我看那个卡片是蓝色的 可能是绿色的 也不一定 就是说 如果我是一个视觉系统 就不那么可靠的人 那透过这个系统 就产生了belief 就不见得是可靠 那就不见得是一个 justify your belief 等等等等 所以这里外在论者 就是跟内在论者不一样 就是说 你那个理由 不一定是你知道的 不一定要你自己觉知的 不一定要你自己意识到的 不一定要讲 所以关于政成这个 是有这两大类的一个看法 那传统的说法 比较偏向内在论的 像德卡尔这种说法 就是说你要说出个理由 我为什么相信这个东西 因为我的理由是这样 我为什么怀疑这个东西 我能给出个理由 说出来说 因为这个 有可能这样情形 这样这样这样 所以我就怀疑它 P可能是假的 或者P是不成立的 这是一个 那这个是我们上次讲的条件 然后我们上次也讲一下 get here problem 就get here的问题 get here的问题就是说 它假定一些例子 假定一些例子 就给出的例子 假定你这个条件是对的 他给出个例子 他不假定 他只给出个例子 那个例子就是说 Smith去找工作 结果在当场里面 他就听到那个秘书 跟别人讲话 或者他有各种的证据显示出 那个其实是Jones 得到那个工作的 就是Jones 得到这份工作 然后他轻点看到 Jones的口袋里面 就有十个铜板 或者有十块钱 然后他就说 得到工作里面 口袋有十块钱 或者十个铜板 结果事实上 Turn out 他自己得到工作 他自己口袋里面 有十块钱 可是他视线是不知道的 所以他相信一个事情 那个事情是真的 得到工作的那个人 在口袋里面有十块钱 或者十个铜板 这件事情是真的 他也相信了 他是有道理的 他为什么有道理的呢 就上次我们讲过 他有两个预设 一个预设就是说 我们可以有 justify false belief 就是说我们可以有 justify false belief 就是我允许 有一个有道理 相信一个东西 而那个东西是假的 所以我很有道理相信 我每天去小吃部 小吃部 八点钟 那个豆浆店都开的 每个周日都去 都是这样 礼拜到礼拜五都开的 那我就很有理由相信 我每个学习到现在 我每天去豆浆店 今天我没去 但是我说 其实小吃部 豆浆店还是开的 那我很有道理相信这个 这个我推到今天 是不 没有开 特别什么呢 老板 老板发生假有意外 今天不能开店 那我相信他开这个 还是有道理的 虽然今天很不巧的 没有开 所以我们好像 很难接受这个概念 就是说 我可以有道理的 相信某个事情 虽然那个事情是假的 他说我要假定这个 假定这个 就是 就是 Schmidt呢 Schmidt呢 他相信 Jones会得到工作 这个是假的 不过他是有道理的相信 各种证据显示出 是Jones得到工作 就是好像有内应的 好像有内定的 就是Jones了 好像是这样 消息传来 或者各种证据显示 他听到的也好 所以你这个证据有多强 你要有多强 给多强 你的故事可以 你记得来补足 就让他相信 Jones得到工作 是有道理的 那你这个可以 就支持这个说法 就是说 允许这个状况 我觉得我们有 Justify False Belief 得到工作 是忠实吗 不是的 不过呢 我有道理相信这件事情 所以他的反例 有这个假设 假设我们有 Justify False Belief 第二个呢 我如果相信 A是有道理的 如果 P E是有道理 我相信 这个是Justify 是Justify 那如果我能导出P2 这个导出的过程是正确的 也是Justify的 那我相信P2 就是Justify 就是我有道理相信P1 我有道理相信某个事情 如果P1是对的 我能够导出P2 那我因此而相信P2 蛮有道理的 对吧 而且导出来是一个逻辑上的导出来 这个Deduction 是一个很 就是说 演义的推论 就是说 如果这个为真 这个不能为假的 我们这个推出来是一个很 很严格的逻辑推导的 这个过程 那逻辑的严格推导过程 它有个特点 就是说 如果你前提是真的的话 结论不会是假的 不会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说 如果你相信P是有道理的 我相信P1是有道理的 恶物有很有道理的相信 很有道理的推出 从P推出P2 是正确的 然后呢 而且我也相信它是正确的 然后我因此相信P2 那我这个对P2这个信念 就是有道理的 那这个听起来也蛮合理的 好像什么呢 好像这个理据可以传递的 我如果P1是有理据 我相信P1是有理据的 是有道理的 而P1可以导出P2的话 那这个合理性 好像也可以传到P2 这样子 所以这个原则好像蛮有道理的 一个原则 那这个原则呢 如果你觉得都没有问题呢 那我们就来看 他的法例就会用到 这个两个原则 因为他相信Jones呢 得到这个工作 而他也相信Jones呢 口袋里面有十个铜板 他就推出说 得到工作的那个人呢 口袋有十个铜板 如果这两个都有道理 那么他相信那个结论 当然也是有道理的 所以他相信这个 得到工作的人 口袋里面有十个铜板 是有道理的 而他刚好是真的 但是在这个状况你不会觉得他 他是有道理 他是知道的 所以他满足这三个条件 他是Justify Believe 而是Justify Justify True Belief 可是呢 你不会因为这个Jones呢 这个Smith 他是知道 得到工作的人 口袋里面有十块钱的 你们觉得这个反例有没有道理 如果你觉得这个反例没有道理 你就可以提出意见 就是说 不对 我觉得他还是知道 如果是这样他都知道了 那这个 这个的话就 那个谁呢 那个Gethia这个反例呢 就有问题了 如果你觉得他这个 但是我们一般来讲 似乎觉得他 因为他太太把那十块钱 摆在他的口袋里面 摆在Schmidt的口袋里面 Schmidt是不知道的 所以他怎么会知道 得到工作的人里面 口袋有十块钱呢 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得到工作 他也不知道 他相信是别人得到工作 其实刚好像某种运气 因缘臭巧 使得他相信的东西是有道理 而且是真的而已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反例 听起来蛮有道理 就这个反例听起来 蛮能说服你的 就是说他满足这三个条件 但是呢 他不算知道 就是这个Schmidt 不算知道他 说得到工作的人 口袋里面有十个铜板 这个不算有道理 那么我们问题就来了 原来认为这个是充分必要条件 原来以为这三个条件都满足的话 就足以让我们说S知道P了 可现在好像 他找到一个可能的反例 这个反例使得你不好说 这三个同时都满足 你还愿意说它是知道P Getter的反例的作用在哪里 你知道吗 清不清楚 它的作用是在于说 原来传统上以为 这三个条件满足了 我们就对P有知识了 我们对这个命题就有知识了 我们就知道 口袋里面 就找到工作的人 口袋里面有十个铜板 但是Getter告诉你说 不 刚刚那个描述的状况 三个条件都满足 可是你不会说这个人是知道的 所以这三个条件 最多是必要条件 但它并不是充分的 如果不是充分 意思就是说 有这三个还不一定行的 但没有这三个 那一定不行 但是有这三个还不一定行 那还欠什么呢 就是这样 这个例子 那有一些说法是这样的 你们来想 你觉得 所以这有两个方向 现在一开始就有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说 这个是不是这个反例 就是说你觉不觉得 在这个状况之下 Smith是没有知识的 如果你同意了 接下来就想 那原来定义就出问题了 那它问题出在哪里 好像这三个我们不怀疑 但是我们好像还不够 好像还欠 因为满足这三个 不算有知识吗 那欠什么呢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问题 但你可以一上来就说 这个问题是不是反例 你说Smith本来就是知道 在那个状况当中 他算是知道 他口袋里面有十块钱 那如果你是这样主张的话 但你要面对一些困难 那困难就是说 万一他太太 没有把口袋里面 在他口袋里面放十块钱 放十个同伴 这个Smith再来相信 他在工作点口袋里面有十块钱 就是说 意思是说 你如果觉得这个东西 不识反例 S是知道P的 那么有人就会说了 可是万一这个Smith的太太 没有把十个同伴 摆在他口袋里面呢 Smith照样相信 得到工作的那个人 口袋有十块钱 对吧 因为他认为是 是纵失口袋里面十块钱 而推出 得到工作的那个人 口袋有十块钱 所以他只是运气 刚好碰到 运气 运气 蒙到而已 所以 所以好像我们有一些直觉 认为Smith呢 其实对于P是没有知识的 而现在大部分 在文献上 都很少人认为 这个反例是不成功的 少数人认为不成功 有人认为不成功是 假定他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有问题 待会我们再说 这个条件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正成 我有道理相信P1 然后我这个 有道理的相信 从P1能推出P2 而因此相信P2 是不是就构成 我有理据来相信P2呢 这个 这一点 这个假设是有问题 这个假设比较少人质疑 很少 至少 也许有这种文章 但是 但是几乎没有归手讨论的 就出现出现出现 但是没有真正引起讨论 就是说其实justification 叫imply truth 也不可能有justification 这个是false 不这个太强 一般我们对于justification的理解 就是说话有道理 说话是有理据的理解 并不需要你的理由 理由强调说一定要预谈 那个是真的才算有理由 就是我有理由相信 我有理由相信 这个人不是凶手 其实是那个人布局非常精巧 他是凶手 但是给予种种证据 其实我相信他是凶手才是怪的 所以有常识 对于这个第一个假设 比较少质疑 对这个假设其实有问题的 就是说我们的理据 可不可以传递 透过逻辑的演绎方式 我如果相信PE是有道理的 而PE可以逻辑演绎出P2 可以推导出P2 然后我因此 可以构成我对P2的信念 也是有道理的 这一点其实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我们待会再说 我相信是先把一步一步 把问题引进来 就是说我们先探讨什么的知识 给出一个知识的定义 仿佛蛮有道理的 然后Gatea给这个反例了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是反例的话 接下来工作是什么 那到底我们原来的定义出现成什么问题 就你们觉得这里欠什么呢 那我们现在看 就是说那有人就说 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他说Gatea这个反例 它有一个很怪的地方 他拿一个假的命题当证据 就是说 Schmidt相信Jones会找到工作 对吧 就是Jones 找到工作 从这里加上 重视有十个铜板 我们说 有十个铜板 他就推出什么呢 就是得到工作的人 得到工作的人 有十个铜板 所以他是从这两个命题 得到这个命题的 他有道理相信这个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 这个宗室在数那个铜板 把口袋掏开来 然后数十个铜板 放回去 我们假定 这个十个铜板 就是你可以把那个理由 尽量抢得够强就可以 第二个 甚至你可以说 他还真正去 去伸到他的口袋里面 去数十个铜板 你可以试想到这个有道理 他相信忠实有十个铜板 是有道理的 第二个 他相信忠实得到工作 也是有道理的 这个推论没有问题 得到工作 得到工作那个人就是忠实 所以忠实就是什么 就是有十个铜板 所以得到工作那个人 就是有十个铜板了 所以这推论没有问题 那得到三这个结论 这个是他的推论过程 那看这个的那个 反例的人 我们都来看 他得到这个 是从这两个部推出来的 可是问题 这个虽然是真的 可是这个是假的 这是真的 终身的口袋里面 是个铜板 对吧 但是呢 他的那个 得到这个是假的 你怎么能够从假的 把假的一个命题当理由呢 也就是说 你要推出一个结论的时候 你要推出一个结论的时候 我们要求你的 不仅仅是推论的有效 不仅仅要求你推论是合理的 不仅仅要求你推论是正确的 还要求你推论的前提 都要是真的 才可以吗 清楚这个批评吗 意思就是说 Schmidt在做推论的过程当中 他为什么出问题呢 因为他用了一个前见 一个前提 那个前提是假的 这个前提是假的 如果我们限定他 一个人在得到一个 某一个信念的时候 他所来自于的那些前提 不能够有假的 那么我们就会 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反例挡掉 意思就是说 这第四个条件 要加一个什么条件呢 就是说 你从 你相信P而来的那些前提 不能够有假的 就是说 你相信P所依赖的那些前提当中 不能够有假的 这样清楚吗 就第一个 对这个反例的回应的方式 就是说我要加一个什么条件 你原来没有说 你直接告诉我说 如果P是有道理的 我推出这个有道理 他说这个是有道理的 也许是有道理的 但是呢 因为你用到一个假 就不行 要作为你相信 信念所依赖的那个前提 那个前提不能够出现假的命题 如果出现假的命题的话 对不起了 你这个相信的东西呢 就算是满足这个条件 都不能构成知识 请说 如果说P1得得到P2的话 对 那就是如果说P1得到P2的话 对 就是刚设计的时候 是的 也就是说 在我知识条件当中 你这样讲的对了 这个P1是什么呢 P1这个P1就相当于 我们这里的1而且2 我能够推出3吗 对不对 对不对 1而且2 我能推出3吗 所以现在呢 根据这个条件就是说 你要推出3的这个前提呢 你不能够是假的 如果是假的话 你就不能有知识了 我就加第四个条件进来 那如果说3跟1、2是充分必要怎么办 3跟1、2是充分必要的 什么意思 就是它是 这个是说从这两个推出来 所以这两个说它充分了解了 就是没有 我说如果是双向的 双向的 3也可以得到1、2 三跟不出1、2的 就是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P1跟P2是双向的 是吧 我将P1不一样 如果P1 这个两个问题不太一样 也许我没有抓到你的问题 我们再来讲 我把你的问题再复述一下 你的问题是说 如果P1跟P2是相信的 对不对 双向的对不对 然后如果我相信这个是有道理的 然后相信这个是有道理的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这样子的话 不可能我们再去讲第四 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要求可太强了 如果你要求我相信一个东西 需要双向的话 那我们很麻烦的 当然是吗 不不不不 你想想看 如果你相信东西都是双向的话 你相信东西很少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就是说 假设我说 如果天下以则地势 那天下雨了 所以我就知道地势了 我现在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若P则Q 若P则Q了 就是我如果知道天下雨 则地势 就天下雨 而且天下雨 我就掉地势了 对吧 但是呢 你的要求是说 你还要退回 能够退回去 你就算知道 这太强了吧 我这个Q推不出这两个 从Q我能够推出 我能够推出P Q 而且P吗 推不出来的 这个推论是 是无效论证 这个推论是推不出来的 所以我说如果他很了解 那个Q弯和平度的关系 对 他可以了解 这关系是单向 就是说 如果这两个都对 我得到这个是对 但是你刚刚那个 一个建议是说 如果它是双向的话 那我知道这个 当然 我知道有到这个 如果双向的话 是没有错的 但是你要求双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双向的话 我相信这个有道理 相信这个当然有道理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是不是要成为知识条件呢 你的体力好像是 因为你希望他没有问题嘛 但是我说 你这样太严格了 严格到说 我很多知识就萎缩掉了 比如像假设我说 我说假设我说 现在我们外面是零下二十度 假设是这样 那我就说 那那个 那个 那个 成功湖呢 结冰了 对不对 那这个你怎么知道 就是说 如果 气温低于 如果气温是零下二十度 则成功湖结冰 那现在 它零下二十度了 所以我就推出 它是结冰了 我就知道了 我只要知道这两个 我就知道这个了 可是 这个 在你的定义之下 我还不算知道 因为 这个双向关系不成立 你不能够 请紧从 成功湖结冰 接着的事情 推出说 现在气温是零下二十度 而且如果 你得不到这个的嘛 对吧 所以 我们要求知识 不会要求 这个东西 需要双向 才能成为知识的 不会 当然 如果是有双向的话 我们可以是有知识的 可是这是太少了 对啊 你 比较强的意思是这样 比较强的意思是你要求得很多 没错 做好详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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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这个 怎么讲 就是说 我说 台湾只有一个科学家 那个谁呢 那个谁有李远哲 不会吧 难道陈力俊不是吗 当然不是啊 什么叫科学家 那德国诺贝尔讲 才算科学家 这个条件很强 所以满足这个条件 在台湾只有一个 就是李远哲 对不对 还有谁 丁老中部在台湾啊 现在台湾的 就是只有李远哲嘛 对吧 所以 也许 定到中今天访台也不一定 不 我不知道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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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 因为你的要求的条件 是很强的 而使得你很多人 不符合这个资格嘛 那这个没有道理 就好像 你的要 这意思好像是说 你要求这个 这个证据 竟然要跟你所向的东西 是等价的 能够 是双向的关系 那我们的资织太少了 对不对 我刚刚我的例子 我就不能够从 不能够从说 我知道 现在 气温 室外气温是零下二十度 而且我知道 如果室外 气温是零下二十度的话 成功是结冰 我 仅仅这两个 我还不能说我知道 成功是结冰的 可是零下二十度成功 不一定会结冰 不是 我如果知道这两个 你觉得我是不是知道 这是第三个了 我如果知道 零下二十度 的话 成功会结冰 而且我也知道 零下二十度了 那我都知道结冰了吗 是吧 但是 如果你允许我这些知识的话 显然我没有满住你的条件了 因为它是单向 它没有双向 要求双向 这个条件太强了 对不对 是 但是你那个条件 就可以保证 我一定会知道 因为为什么呢 这里还有更进步的理由 如果这个东西是双向的话 不过这个是多说一点点话 在逻辑上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 是等价的 所以我知道 等于说我知道 A是偶数 我就知道 A是能够被二除尽一样 我没有增加我的知识 这是第二个 你的定义的不好的地方 这缺点 所以 但是呢 这不是我们 这是 不是我们的主张 就是说 刚刚那个批评是说 你要做推论 你不能够 要支持这个结论 你不能够够假证据 你不能够 你的理由不能有假的 所以 第四个条件 就是有人加这个条件 就是说 你用到的证据 不可能牵涉到 不可能是假的 你用到理由不能是假的 老师 就就是那个 老师 你觉得你之前讲这个 看小提是公安jud的那例子是正确还是错的 有知识还是没有知识的 是你的外戴什么 对 看小提是公安jud的 对对对对 那件事情 对 那件事情裡面啊 就是说我可能会看错嘛 对对对对 代表说 譬如说假设我今天的依据是 小提眼睛上一样有刻字还是公的嘛 那今天合作我會看錯 所以我眼睛上面有刻字就是公曉旗 那就是錯誤的推勒 錯誤的前提 所以就代表說我那件事情就變得沒有知識 所以我覺得這個條件 你的例子我現在還不太清楚 假設我先把這個故事說一遍 就是說有一個人會分出生一個星期 或三天他知道那個公姓是公勒姆的 那假定他的根據理由就是看到眼睛有沒有一個字 假設是這樣子來說 然後你的例子是說 我是說因為老師你之前是說他有知識 有分辨小弟的知識 現在是這樣嗎 對 外界論者說他有分辨小弟的知識 外界論者 外界論者說他有分辨小 因為外界論者尤其是這樣的 他分一千隻只有一隻出錯 那沒有問題 對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可以有錯的東西 你容許有錯 對對對 你這意思是說他容許有錯 他還算有知識的 對不對 那但是你練力也比較有趣 你也是這樣子的 如果他抓到一隻雞那一隻是公的 可是他說是母的 因為他看錯了眼睛的字 假設這樣子 那我們就說他不知道那一隻雞的功的 他不知道 可是他知道什麼分辨雞啊 對 那他知道什麼分辨雞 是知道的沒有錯 但是他對於這一隻雞的分辨是錯了 他還是沒有知識 意思是說 你叫我分辨 分辨公金母雞我會分 但是今天我突然間晃了神了 我這隻沒有分錯 沒有分對 本來是應該是公的 我說他是母的 那這個時候 我說他是母的 我還是說錯的 我不知道他是母的 我不知道 雖然我有分辨 也就是說 我有分辨 公金母雞的知識的能力 不見得我每次都做對 但是我為什麼這個時候做不對的呢 因為他沒有滿足這個條件 沒有滿足這個條件 但是你那個例子呢 恰恰更支持這個說法 為什麼呢 因為他沒有 眼睛沒有一顆字 你以為他有了 所以你有一個假的前提 說 抱過來 我認為眼睛有字的一定是公雞 對 可是眼睛有字的未必是公雞 所以我才會分錯嘛 是你的那個原則上有錯的 對 原則上有錯 可是我認為這個人還是會分公雞 你說他的原則為什麼要去擺呢 對對對 所以我認為是可以有錯的東西 就是那個人說不可以有錯的前提 你不認為可以有 對 他等一下 我們要具體來看 你要講的命題是哪個命題 你要講的命題是說 這隻公雞是公的 或者這隻公雞是母的 你要講這個 你不是說我這個人會分公雞 會跟母雞 這個是他的能力 How to 就是說 Distinguish這個 從那個東西 但是呢 現在問題是說 他怎麼去分別這種跟那種 對吧 但是問題是說 對於某一隻特殊的雞 譬如說這隻好了 我不會畫 這隻 那這隻公雞是母的呢 他分錯了 那他是公的 對 對 因為你看他毛 這毛是這樣對不對 你是公的 結果 這我分錯 我不敢怎麼樣 對 就我說他是母雞 我分錯了 那我說他是母雞 我就錯了 雖然我依賴的原則 是一般性的原則 就這個是可以的 就我依賴一般性 因為什麼呢 因為他沒有滿足這個條件 他可能滿足這個正常條件 也就是說我依賴一個原則 那個原則還滿可靠的 所以我依賴他 但是呢 細節沒有幫我忙嘛 剛好你長出一隻雞 就跟那個 滿足我這個條件 或者我自己已經晃神了 等等等等 這個時候呢 我搞錯了 所以我沒有知識 因為我沒有滿足這個條件 我剛剛在補充 就是 因為剛剛不是已經 前提是假設說 我們可以證成一件錯誤的事情 對 所以假定這個 對 那就是 可是我覺得 如果你證成一件錯誤的事情 這個原理一定是因為 你用了某個錯誤的假設 才有可能證成錯誤的事情 所以 這證明 不一定 不一定 你這樣的想法是假定什麼的 剛剛那個同學是這樣說的 他說我們允許有 justify false belief 那你為什麼允許有正誠的假的信念呢 那一定是你的證據裡面 不夠強到支持才會真嘛 你的意想是這樣 但是呢 我們恰恰好對正誠的概念 就不希望他強到這個地步 就是說 我justification 我要不要蘊含真 是 老婆我這個意思 我就是說 就是你 你就是 因為我們要接受說 你可以證成一件錯誤的事情 對 那就是 那證成 你之所以會證成一件錯誤的事情 通常都是因為 你引用了一個錯誤的簡體 才 就是才會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說這是很自然 就是 你用一個錯誤的簡體去證明 這些是很 這是OK 對 所以 但是問題是這樣 對 這個是OK的 所以你的理由是說 這個還算正誠 還算正誠 但是呢 他沒有知識是因為他有假的而已 所以我要加一個前提給他 是這個意思嗎 你從這個想達到什麼結論 我現在聽不清楚 我覺得就是 我們應該應該還有 就是我覺得這個反第一是成立的 所以這個 這三個條件不是 不必要 是從中文 不必要 不必要 就是我們應該還要找尋第四個 第四個是什麼呢 你同意他所說的說 就是你的理由 我看到第四個 不像什麼 但是我同意他的那個方法 請說 反正我們知識的 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相信B3有道理的 對 那我們有道理 不管對或錯 都算有道理的 都只要有道理就行嗎 不管對或錯 就是說 不管你這個對或錯 就是不管我們的道理是真的會假的嗎 哦 對 這個是這樣的 對 我可以有道理相信一個東西 而那個東西呢 這個就是有道理這個概念的一個模糊的地方 你那個點到這個問題了 然後我附他一個理由 就算 地上就算什麼理由嗎 對 不管這個理由是怎麼樣 對 你也沒錯 我們進去那天再說一下 就有一個說法是說 這個理由是 你對那個人 我們說一個 當事人 他能夠有道理相信一個東西 這個就等於說 我能給出證據 可是我證據不能支持我的結論嘛 不一定能夠 就是說 好像一個是 我給出一個道理是一回事 我這個道理是不是 真的有道理是另外一回事 你剛才問的問題是這樣 就變成說 我要求這個東西是不是真的有道理 那就是 好像不太一樣了 也就是說 我可以給出東西有道理的 但不真的是有道理的 那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沒有特別琢磨 對 因為你問起來 我們把這個問題再推前一步 就是說 我們對於什麼東西 certification 其實有不同的概念 我們舉 我舉一個例子 兩個不同的例子 我舉先舉一個例子 像假設 假設 我每天就去山市場買菜 那我就去水果攤 我一看 他今天賣橘子 賣橘子 或者這個水果攤很厲害 他總能找到一個很好的橘子來賣 或者水果來賣 所以我經過水果攤 我就知道他今天在賣芒果什麼什麼東西 所以我每次去看 我一看知道他今天賣的是 是芒果、橘子什麼這種東西 假設這樣子好了 可是呢 有一天呢 其實那水果裡面呢 其中有一個是那種辣橡做的 可做得跟橡的 跟真的一樣 那我說 他在賣芒果 那其實呢 那一盤芒果是 都是辣做的 可是跟真的太像了 那你說 我相信他那個是一個芒果 有沒有道理 這個背後的想法是這樣的 如果我每天去看 平眼進去看 就像我說我現在看到外面這個 我說外面有樹林 對啊 像我們那個教室那邊 外面是個竹林 那是竹林 我說外面有樹林 我每天這樣看都有道理 而且真的也是對的 結果今天不是 今天呢 是什麼呢 今天外面人家要拍電影 立個螢幕在裡面 發一個東西 就像樹林一樣那個東西 所以 所以呢 他把後面的樹林砍掉了 可是他立個螢幕 跟今天那個完全一模一樣 假設你這個現場的各種狀況 我的經驗跟前面沒有兩樣 就是你的相信裡面 道理裡面 給了多餘的辣具有沒有 你的知識在裡面有 這個我聽不懂 這在講 你剛說那個蠟巷那個東西 對 你認為它是蠟巷 只是你看到它長的一樣而已 對 你並沒有真的不用 你把它切開看裡面長的一樣 是不是真的知道 對 問題是說 我需不需要切開看看才算 問題在這個地方 你要補充這個嗎 它是新的 沒有 你加入 對 但是如果這樣的話 老師 那你應該說 你知道他在賣芒果 這件事不是你的知識 因為他會不滿足 你第一個討厭就是 提示整理 對 那是證明 問題是你整理他 然後你相信他 但是他並不是真實 我們現在問題不在於是不是真的 我們現在問題是說 要多大的證據程度才這樣 justify 我們現在假定這個情形就是說 我每天去經過這邊 我都看到他賣芒果 而且 這個水果單純就賣水果 對吧 我經過 我今天都賣荔枝 今天都賣芒果 我都這樣說了 你說我這樣算嗎 justify 就算算 這個他算好了 好就算算好了 那我今天剛好有一個東西 我的經驗 也就是說 每天我看到那個經驗 或者是說 你可以假設一個狀況 我在房間裡面就就 每次都放一個 就就就放個蘋果在那裡 那我就放個蘋果在那裡 那放個荔枝蘋果 每天放個荔枝蘋果 結果有點換個真的蘋果在那裡 對不對 那我以為那個不是蘋果 當然是荔枝 那個真的是蘋果了 你不是說你不是有講過分公雞 你不是說他對這一隻 假設他分對了 他對那隻公雞有知識 他知道他是公雞 是有知識的 那假設他分錯 他對那隻班族的公雞 就是沒有知識的 他分錯一定是沒有知識的 那我以為你說 你今天對這個 對他在賣芒果這件事是有知識的 但是今天他換荔枝 對他在賣芒果就沒有 我們的問題不在知識 知識沒有問題 知識這個問題不是議題 為什麼 因為只要他是假的 一定不是知識 所以這個問題不在 我們現在問題說 我這個經驗算不算有道理 讓我相信那個東西是蘋果 我會說芒果 對不對 如果你同意的話 那問題就來了 就是說 我每天經過去看 那個東西水果 我今天其實運氣不好 就是說 他換了一個荔枝盃給我 可是我還是有道理的 我沒知識了 對不對 因為我說那個是芒果 這個一定是我搞錯了 可是我算不算是justify 如果我這樣不justify 我每天看到都不justify 老人這樣是歸納的猜測 這樣不是邏輯推導 對對對 我們並不需要是歸納的 我們並不需要到邏輯推導才算 如果你要求到邏輯推導才算的話 那我們很多東西沒有知識了 也就是說 對於這個東西的政策多強 就是這樣 對不對 就等於說 我每天去弘遠軒吃飯不好吃 你都不能說不好吃 可是我們不會的嘛 我們吃兩三次 吃到那個不好吃就不好吃 而且相當準 也就是說 我們不需要要求到 有道理相信一個東西 就是需要有演藝的歸納 而且要求演藝的歸納還有問題 因為要求演藝的歸納 那他前提呢 我前提對他還有知識 還有道理 還有演藝在演藝 那無間無退 那那個是正成的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講懷疑主義的時候就會說到 所以剛剛講那個回答你剛才那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講正成到底要多強的程度 一般而言 我們好像不需要要到有演藝的那麼強 就是說 我的前提是演藝導出結論 那個才有道理 我們不需要這樣 那正是正成 的這個空間使得我們怎麼樣 我們好像是說 我可以有 justify false belief 對不對 我正成的強度 我不需要強調 蘊含它為真 不需要 當然你可以有一個 這麼一個說法 你如果不蘊含這個為真 對不起了 你就不算知道了 那那個很強 那個我們變成 我們很多東西都變成無知了 這樣清楚嗎 好 那回到剛剛那個問題了 就是說 如果 第一個proposal 第一個解釋的方式 就是說 那你是因為你這裡用到一個前提 這個前提是假的 我如果再加一個就是說 你所相信的 p 所依賴的那些前提 不能有假的 如果依賴有假 你就不算有知識了 可是如果我會加的話 我會加說 前提必須是為既有的知識 既有的知識 那這個也是很好 對 因為如果加上第二個 就不符合 第一個條件 好 第一是 true 所以它不是一項知識嗎 對 那這個 你可以用一個知識 跟一個非知識 推論出一個知識 你這個加 你這個更強了 就是他只要求你這個前提裡面 這個有真的 不能有 不能有假的 一定要真的才可以 對吧 你現在是說不行 這些東西 我不經理其實是真的 而且還要知道才行 對對對 這個很好 就是說 我相信一個東西 所依賴的那些前提 必須是我的知識才可以 對 不過你這個問題就變成這樣 那我的前提知識 從什麼地方來呢 他可以 像第一項的話 他看到吃個頭髮 然後他能證明 他也相信他有吃個頭髮 然後這件事就是真的 第一項是知識 那第一項的知識 它依賴什麼前提呢 第一項的知識才依賴 所以照你這個講法 就變成說 可能會有一些知識 是沒有前提的 這個可以啊 對不對 為什麼一定要是有前提呢 這個就是我們後面還要講的 看到也是 對 對 我就看到 可是這個很麻煩 看到 你說看到已經知道了 看到是知道的一種 看到而且它剛好是真的 不是 看到一定是真的 不是剛好 你不可能 看到一定是真的 我看到一定是真的 我看到有鬼 我沒有鬼 我怎麼會看到有鬼呢 對不對 我看到我太太跟那個男生 去進賓館 哎呀對不起 這個不應該錄下去了 不過我太太會罵死我 但是 但是那個是假的嘛 因為我沒有看到嘛 所以 只要 只要我沒 我看到 我真的看到 這個事真的發生 看到鬼 為什麼我看到鬼 是是是 好 多說一點 這個 這個是這樣的 如果我看到P 就蘊涵P了 你想想看是不是對不對 我看到 一個車禍發生了 就表示那個車禍真的發生了嗎 不是 不是這個實驗說什麼 就是譬如拿很多塊木塊 然後在房間裡擺一擺 然後從某個角度看到這張椅子 那我說我看到房間裡有一張椅子 其實是好幾塊木塊 所以你是以 你以為你看到一個椅子 是不是沒有 所以你看到 但是它是真的 不 你以 注意 注意 這個很有趣 這個是個議題 現在來講 我看到 跟我經驗到 不一樣 可以嗎 所以你就是定義看到 就是看到一樣 對對對 好 這 perceive 我知覺到 跟我看到不一樣 我有經驗到這個東西 可是我不見得 我真的是看到 看到這個字 是比較嚴格的 對不對 我看到就在蘊涵為真的 對 有很多看到 就是看到應該還要 加上 對它的解釋 就是如果我看到這個譜貨 然後我說那個是蘋果 可是那個蘋果 搞不好是 假的 對 不不不 你看到一個假的蘋果 就是你沒看到蘋果 你看到 對不對 你經驗到 你有一個經驗 那個經驗 跟你看到一個蘋果很像 你也分辨不出來 但是那個沒有看到 只看到鬼 然後那個鬼 這搞不好是某個真人犯 對 所以我們說 你沒有看到鬼啊 你不是說我看到鬼 最有鬼 不會嗎 意思是說 我 長得像鬼 但是他 你看到一個像鬼的東西 那就對了 但是你沒看到鬼 你看到像鬼的東西 注意一點啊 注意 這個 這個後面我們還 還會再說 我知道P 或者我看到P 跟我經驗到P不一樣 哲學家的這個經驗到那個東西 非常著迷 就是說我經驗到一個 比如說我現在看 前面有個 有個葉蛋樹 好醜醜的葉蛋樹 就說我前面有個葉蛋樹 我看到了 跟說我經驗到這個東西呢 其實不一樣的 經驗到呢 就是還不能夠成為知識 這個經驗可以成為我知識的基礎 但是它不一定是 本身是知識 但是一般我們經驗當中 我們一般字眼裡面 我們不做這個區分的 可是哲學家很 很計較這個 就是說我經驗到一個東西 比如說我講 perception 我講知覺 其實在分析兩個東西 一個是叫 perceptual judgment perceptual judgment 就是說我做一個判斷了 一個是說我 perceptual experience 是我的經驗 我經驗到這樣 我經驗到這樣 我不一定判斷這樣 比如說今天是愚人節 對不對 我聽到消息說 學生要作弄我 那我看到桌上有一個蘋果 我就覺得我不一定相信 那個是蘋果 因為搞不好他們弄過 弄過這個 這個 蠟像來騙我的 所以我經驗到 桌上有一個蘋果 這個樣子 但是我不一定要相信 這樣子的 所以經驗是一回事 依於這個經驗 你相信它 你要做背書 你說對 我就相信這個是這樣的 那另外一回事 這樣東西是可以分開的 請說 然後簡單來說 你所謂說 比方說我說我看到P 對 這個句子是一定要正確的 如果說我只是以我看到P 那實際上不是P 但我說我看到P 這句子都是正確的 不成名 對 沒錯 是的 是的 沒錯 你如果 如果我在法庭上 我做正言對不對 我說我看到張三那天在店裡面 我這樣說的時候 說運團張三在店裡面 你不能說 我看到好像在那裡面 那你就沒有看到嗎 我解釋你看那個很像張三年在店裡面 那這個是你看到的 像張三的東西在那裡 可是那個都不一定是張三的 所以看到是一個很年 是已經運到 看到就是知道的一種方式了 就英文說IC就是我知道 對啊 不 英文的IC有些是說我了解了 這個也是 好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再來繼續講 OK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